忽然间她被地上一块大石给绊倒 狠狠跌了下去 小妖几乎不太迟疑地爬起来继续跑 从地上快速起身的那一瞬 小妖感觉腹部猛地往下坠了一坠 她心想 不妙 小九儿不会是想要现在跳出来帮娘亲吧 现在可不是好时机 没想到 她没被静夜吓到 却被自家小宰子吓到了 吓得她赶紧加快脚步 死命往前跑 静夜带着人在后面穷追不舍 恶情 小妖发现 后面的催命鬼不见了 她惊讶地睁大眼 警惕地环顾四周 果然 白色的迷雾骤然四起 从四面八方向她翻涌而来 瞬间 她看不清路了 更别说判断出方向 小妖心念一动 果断咬破舌尖 这是在双手背负的情况下 最能在最短时间内保持清明的方法 没有办法了 只能驱动蛊虫通知香柳 小妖心想着 正要驱动蛊虫 忽闻白雾之外 一阵打斗声 然后是一个一个被利刃砍杀的惨叫声 好像听见阿念在叫 姐姐 好像听见枪炫在喊 小妖 小妖喜出望外 连忙大声回应 我在这儿 陛下 树尘无能 退下吧 怎么会是枪炫的声音 枪炫 姐姐会不会 阿念 不会的 枪炫急喝一声 旋即语气又缓了下来 小妖想 我是在做梦吗 小妖缓缓睁开眼睛 悬色的床漫映入眼帘 举目望去 屋内的陈设大多以悬色为主 墙壁 屋檐 房梁上有很多若木花的图腾印记 这是枪炫的行功 枪炫阿念小妖患道 忽然又是一阵腹痛 姐姐 你醒了 阿念奔了过来 脸上挂着泪珠 怎么了 阿念 枪炫欺负你了 对了 我不是被人追杀吗 小妖一一连串问号 是的 那个贱人被哥哥杀了 你放心 我们现在在哥哥宫中 姐夫应该也在赶来的路上 阿念说话间 悄悄瞥了一眼枪炫 枪炫 助力在小妖跟前 淡淡的表情中 掩饰不住那份关切 小妖 你动了胎气 孩子可能会提前出声 只是枪炫欲言又止 只是什么 方才太医替你仔细检查 胎儿过大 生产会有些难度 哦 小妖醋了醋眉 心里想着 小九儿你可要加油 阿念插嘴 姐姐 小九儿大概随你 太能吃了 所以长得比一般胎儿都大 阿念正说笑着 小妖默得皱眉狠狠哀忧了一声 枪炫和阿念瞬间一脸紧张 片刻 小妖抬头说 没事 小九儿大概是要见到娘亲 舅舅和小姨了 开心的有些控制不住 话未说完 小妖又是一声急剧的哀忧 额头上瞬间爆出汗来 越来越痛了 这时 枪炫的亲信进来禀报 她在枪炫近前耳语了几句 枪炫眼神示意 那人心神领会 又快步走了出去 片刻 那人将一个一袭黑袍的人领了进来 全身上下被黑袍罩得严严实实 只有额前一缕银发随着她的走动在飞扬 项柳来了 如今 战事越来越紧 虽然 枪炫的军队与红江的军队尚未直接开战 但大伙都清楚 这是迟早的事 板上钉钉的事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她换了身装束 小妖 项柳滴滴换了一声 项柳急步走到小妖她前 向阿念和枪炫点点头 半跪在她前握着小妖的手 将小妖的手放在脸上缓缓妈撒 小妖示意香柳拿过一个靠枕帮她垫在腰部 撑着坐起来 头上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掉 她紧紧咬着嘴唇 勉强挤了个笑容 没事 别担心 刚吐出这个五个字 小妖又捂着腹部狠狠地蜷缩起来 枪炫健壮吩咐阿念 阿念 去叫婢女打些热水来 阿念点头 火速地跑了出去 枪炫对香柳说 我知道你想带小妖回海底 但现在看小妖这情况 怕是走不了 而且 我这里有医师 总归稳妥一些 香柳仍然握着小妖的手 只是侧身对枪炫点了点头 表示致谢 旋即轻柔地帮小妖擦了擦汗水 然后问小妖 小妖 你能坚持住吗 若你能坚持 我就带你回海底 让我们的孩子在海底出生 小妖掀开身上的被褥 坐直了身子仔细感受了一会儿 然后从自己的药袋子里掏出了一颗绿色的药丸服下 我也正有此意 我们之前就说好了 的 让孩子在海底出生 我可没忘 药丸服下片刻 小妖腹痛减轻了些 枪炫惊到 为何不早点拿出来 小妖笑笑 你以为我想痛这么久 我也是突然想起有这么一味药丸可能会管用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没想到还真的有点用 香柳问 能管多长时间 能撑到海底吗 小妖拧眉 想了想 我也不确定总之 能管多久是多久 枪炫总觉得 海底没有医师 只有他们两人 很是不放心 正要再继续坚持 这时阿念疯疯火火地进来了 看着香柳扶着小妖站起来欲往外走的样子 惊到 你们这是要去哪 小妖冲她笑笑 回海底 我觉得 小九儿想在海底出生 阿念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 枪炫也定定地盯着他们不太想放行的意思 小妖接着说 放心吧 哥哥 海底是这九头腰的地盘 他绝对不会让我有事的 再说了 我自己不也懂医术吗 而且 海底还有那么多你送的仙丹妙药 我在这儿 真不如在海底安全呢 枪炫细细琢磨小妖的话 觉得不无道理 确实 海底比她这里安全 起码 能进入到深海那种地方 除了香柳和小妖 没人能下去 除非有人能派几条鱼去刺杀他们 他换来两个亲信 滴滴吩咐了几句 然后将手掌翻开 手中出现了小妖送给她的那个可以唤醒的九尾糊糊尾 手指一点 变成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小妖躺在榻上 继而又拿出一个弱木傀儡 变换出一个一模一样的香柳 紧接着 一个亲信带着香柳和小妖从密道离开 另一个亲信 带着弱木傀儡变换的黑袍香柳 从大门走了出去 阿念看着枪炫做完这一切 眼神中有着说不出的复杂 似有感激 有感动 有欣赏 有爱慕 还有理解 他对于出兵攻打高薪的枪炫 似乎没有那么恨了 阿念正暗自愣神 枪炫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 对他说道 阿念 如今的情况 你也不适合在我这里逗留 我立刻叫人送你回武神山 阿念听了半嗓没有吭声 只是愣愣地看着地面 许久没有抬起头 枪炫测了测脑袋 想看看阿念的表情 却什么都看不到 只看见一颗一颗 晶莹的泪珠滚落在地面 枪炫沉默着 等着阿念的情绪自然消散 他知道 此刻 任何话语都是苍白无力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 阿念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似是做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决定 好 现在就走吧 听说阿念回到武神山之后 不再打听任何战事 只是把自己关在小妖的炼药室 一心炼药 研习医术 入收接连大败 枪炫派出的几员大将 风龙 渔江的军队都大伤元气 高新王也没有让入收成胜追击 因此两边战事暂时休止了一段时间 香柳带着小妖回海底的那天 小妖刚刚碰触到海水 小九儿就不闹腾了 腹痛逐渐减弱 待她们潜入深海之后 小妖基本上感觉不到任何不适 香柳疑惑地看着小妖逐渐放松的神情 不禁问 你这是你那个药丸子起了作用 还是别的什么情况 小妖仔细想了想 认真回答道 我觉得药丸子在最开始起了作用 但现在让小九儿不再闹腾的是海水 对 我觉得应该是海水 香柳忍不住开心大笑 果然像她爹 天性爱大海呀 经常来找小妖拿药的娇人 送来了一些娇人们生产时用的物品 这样陆地上的必需品和海底的必需品都齐全了 感谢观看